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闭个眼都能猜到就是这么个结果 这个事本身来说呢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我先报道一下吧 英国中东之眼新闻网2日报道称 伊朗中部城市加姆萨尔至北部城市塞姆南的高速公路 近日被目击出现大量美制军备 包括价值数万美元的装甲车 而且呢还发布了一些照片 有关那些汉马车和其他的军用车辆的照片 应该讲行驶在伊朗连接中心城市 萨姆南和德黑兰东南部加姆萨尔市的高路上 高速路上 这些个呢推测的车辆就是塔利班卖给伊朗的 或者呢伊朗从阿富汗士兵手里就弄过来的 咱们就不说了 怎么弄过来的 伊朗啊购买了美国提供给阿富汗政府军的这些个装甲车辆也罢 无人驾驶飞行器也罢 还有其他的直升机 这些价格呢应该是实际购买的四分之一吧 然后呢德黑兰可能利用这些设备 转移到研究中心进行逆向工程 美国方面呢 向五角大楼呢就拒绝报道这个事情 而且呢五岛大楼呢也认为啊 这个美国提供给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这些个大量装备 是有可能现在啊落入到塔利班手里的 但是这些装备呢 是旨在打击低技术含量的这些个塔利班的恐怖组织 不具备那些重大战略用途的装备 也不会对美国军队呢或者邻国的军队造成重大威胁 这些话说的对不对呢也差不多 但是对中国来说呢 这些装备确实没啥意义 中国该有的都有了 但是对于像伊朗想在中东那边做大做强 这些武器显然就显得那么重要了 由于像我个人认为像无人驾驶飞行器 直升机这块还是比较重要的 装甲这块将来的战斗装甲车这块就差着 但当一个用输工具的话还是挺好的 我关心的不是这个阿富汗又卖什么武器给伊朗了 而是为什么阿富汗能够把武器卖到伊朗 原因很简单道路通 条条大道通罗马 现在是条条大道通阿富汗 阿富汗作为整个大陆的中心 它作为一个节点 它的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的战略价值却已经低了 我说的是战术价值 比如这个地方已经很好了 你利用这地方能获取很多资源 但从战略角度来说 它并不是特别大的 为什么呢 它有点像这个魏蜀吾时机的三国 荆州三家中间那块 向北可以通向这个北方的 向东可以通向东吾 而且自己的大北洋控制的地方 有处有进 虽然自由 但是反过来说 那个地方你义工难守 也都是一马平川的地方 你守不住 那么守不住大家 什么呢 你就被卷入到这个战争当中 无休止的战争当中 这也就是后期为什么诸葛亮 大胆的抛弃了荆州 把这个这块土地完全给了谁呀 东吾 东吾非常高兴 假如获得了应格的利益 但是从蜀国的角度来说 这个地方不是被你东吾占了 就被你魏国占了 那么我还不如 干脆我退去一方 让你们两家打起 这样呢 才保得一方平安 而对于东吾来讲 那个本来就是我地方 我认同那个有一厢的纷争 但我要保住他 而且保住他 就等于保住我大后方 双方呢 各自都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利益 咱再看看美国 美国来到了这个战略的节点 这个地方 首先呢 说交通不通 交通不通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各个山头的 形成了小带网 72度洞主 这些洞主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军队来打 好 这个就不听你这个中央的 就这个村长 或者囚长 应该叫囚长 咱们打还是不打 囚长说 妈妈没哄 不这么说 然后呢 咱们投降吧 大家就投降了 咱们打 大家就跟着打 一旦打不过 走 逃山里边了 所以他这个政府军 或者美军来到这个山头 打一通 打完啥结果没有 回去了 物资啊 也上不去 都是山头嘛 你大量的车辆 你轰炸 你轰炸 你有多少炮弹呢 对不对 那一颗炮弹就几十万美元 虽然说我 美军说我 天下无敌 但你这个资源是有限的 你把这些个 好东西都打光了 你也就到头了 对吧 美军撤军也就是什么 没钱了 子弹打光了 对不对 没尿了 基本就这意思 还能说什么 是不是 美军今天的结果 其实早就注定了 他来到了阿富汗的目的是什么 是想占据这个战略要点 因为什么 他是周围整个这个大的板块的中心 向北是俄罗斯 在这个斯坦国 向东中国新疆 可以扫扰一下 向西呢 伊朗向南呢 印巴 他可以收拾一下 想的这挺好 然后借着反恐的名义 中国都不敢说话 让你进来了 可是你进来归进来 我让你随便利用 那是另一码事了 对象中国都不是吃素的 伊朗也是 也是很强硬的 中国呢 干脆就放缓了西部大开发 你美国想当时敢跟中国谈什么呢 想在新疆那边 军队从那边走 说的很坚决 也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这个国土给你 让你随便进进出之后 对不对 没办法呢 俄罗斯不给你地方 对吧 俄罗斯跟你美国一直就不对付 不可能给你地方 伊朗 伊朗跟你美国打的热摇 怎么可能让你随便驻军也罢 运送物资呢 唯一可以利用就是南边这个白产和印度 由于印巴关系不好 所以呢 美国为了得到巴基散的支持 就打压了一对印度 而且给那个巴基散很多的武器 装备 还有资源什么的 应该说那段时间 巴基散呢 还是获得了一栋的经济利益 和那个消养生息的机会 所以现在的印度想跟巴基散呢 再打起来 再加上有中国的支持 他又有点难度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印度莫迪 开始又和美国没来眼去的 可是美国呢 觉得你的利用价值已经到头了 连最基本的这个美印的贸易协定 美国都来了一句 我不感兴趣 直接给驳回了 一点没给印度面积 也没有说 跟印度说 咱们过些日子在谈 我现在挺忙 等我忙完了呢 我接你接话 咱打一点 没有 直接告诉他打电话 这个不感兴趣 免他 为什么你印度不上乘 咱没分量 就是这么件事 最后呢 美军只能从巴基散那条路走 从巴基散那条路 巴基散也穷 你美军从我这走 不得留下点毛 咽过拔毛嘛 有意思 所以美军走的条路呢 又交钱 交东西 运过去 费用又高 加上阿富汗呢 本身是腹地 他周围没有海港 美国的霸权 实际上是建立在海洋文明基础上 像中国俄罗斯都是大陆文明为主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跑到 你海洋文明跑到我们大陆文明来 挑衅我们的霸权 那你不吃亏太怪的 中国是放缓西部开发 让你进不来 俄罗斯的杠杆 俄罗斯支持序量 来了个隔山打牛 美国就比较别扭了 是不是 当然呢 这个伊朗呢 伊朗跟中国签订了25年的贸易协定 这个很重要 要不是这个25年的贸易协定 最近这个伊核谈判的一城 对中国还是有经济压力 因为伊朗可以骂 可以向西方靠 向欧洲 毕竟欧洲需要资源的 这个资源 欧洲的资源是有限的 各种能源方面的 可以通过伊朗买很多 非洲的资源不那么好弄 非洲是有资源 但非洲的一马平双的资源呢 想获取呀 包括他的人力很懒 非洲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懒 躺平了 想爱咋的爱咋的 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整个经济就不行了 包括美国 美国的制造业 凋零了之后 金融业发展起来 基本上金融业打个比喻吧 就是放羊 把羊放出去随便吃草 吃完草把羊来回来 这羊就飞了 但制造业不是 制造业就像一点一点的给它培养大了 很难说白了 像植毛衣那样很累 现在的美国人呢就来 你像这个据说肯德基麦朗朗 招工都招不到 找年轻人上班 为什么没有人 对吗呢 你国家都发钱了 我发钱也那堆钱 我上班也那堆钱 那我还不如让你发钱 让我在家待着呢 对不对 生活条件可能会差一点 不像我那边 挣五千的美元可以花 挣三千美元花 我告诉你 挣多少钱都能花 比如最简厉 你像摩洛哥 摩洛哥我的大城市 我跟我老婆都在大城市 大城市的收入一个月平均四五千 还讲是不够花的 那农村一个月几百块钱 就那点地 然后养了七八个孩子 上班面生 那么他生了十来岁的时候呢 去放羊去 去种地去 所以农村有农村的问题 他的经济的模式决定了 给多少钱他都能活下来 城市不一样 城市只能打工 不打工了怎么办呢 不打工就只能是 咱没办法了 你不能把这些人全都 送到那个广场上吧 那非得游行了 是不是 所以欧美那边也怕游行 他们也在想办法解决 一游行 升级挺 升量挺大的 赶紧 扶持一下 给点钱什么的 所以现在发钱是 也是没有办法了 到最后手段了 估计啊 如果再这么发现到年底 这个通货膨胀就聊的了 明年中级选举啊 这个民主党够呛啊 弄跑要死的很惨啊 今年年底拜登还能 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事儿 没几个明年呢 在天堂里跟那些个老伙伴 老领导见面聊聊天了 就这样啊 整个来说呢 这个美国进入到这个阿普汉 他缴的那个是个战略的要地 但是如果周围没有和他有个怎么连结啊 有个好的关系连结 把这通路打通的话 你自己站那个地方吃不了喝不了啊 你是海洋文明 你跑大陆上瞎搅和 你不失败那才怪呢 对不对 这是整个美军的战略的误判造成的 美国自己说我们来这就为反恐 他也只能那么说了 他其他的那些个想法 好想法 但也好想法都没能实现 只能说反恐 反恐确实达到了 也限制了中国的发展 因为中国害怕美国向东 把新疆搞乱 所以中国的新疆发展慢 是有原因的 现在中国的新疆发展越来越好 等到阿富汗彻底平定下来 中国那个打通人多尔曼 直接奔欧洲啊 那甭管火车啊 汽车啊 全是奔欧洲的 路上的这个霸权即将实现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